邪恶猫咪想要统治全世界 为了维护和平 互看不顺眼的猫狗不得不并肩作战 铲除敌人阴谋 这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 喜剧冒险电影 猫狗大战2 珍珠猫复仇 距离上一次猫狗大战已经过去数年之久 来之不易的和平再一次受到威胁 这次的敌人可不是上一步中的笨蛋 它是原猫咪间谍组织 喵的顶级特工珍珠猫 凭借精湛易容术 顺利窃取到狗组织的核心机密 并且为了报复狗组织和人类 它设计了一个恐怖而毒辣的计划 意图控制全球 这天一个打扮怪异的男人 由于布满自己的薪水 绑架了四名人质 并把墙上布满炸弹 警察还在想解决办法 却不知警犬大黄已经悄悄来到男人身后 只见他以一个剑步咬到男人屁股 男人吃痛炸弹遥控器脱手而出 大黄三步并做两步叼住遥控器 不成响咬到了遥控器的引爆按钮 随着爆炸声响 大黄也被波及 警长气得火冒三丈 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犯这种低级错误了 一定要停止反省 警员大卫即便于心不忍 还是脱掉了他的警符 大黄被关在笼子里焦躁不安 这时水盆里突然冒出一根管子 正当大黄不知所措时 地面突然裂开 随后一条狗子自地下缓缓升起 狗子就是上一步中的特工首领布奇 布奇表示 大黄被选中加入自己的特工组织 从此将协助狗党打击邪恶的猫党 一听要跟猫党做斗争 大黄立刻来了兴致 随后与布奇乘坐飞船 风驰电车出发了 来到特工总部 布奇用狗掌扫描指纹后 里面的场景让大黄惊呆了 这里的高科技像是宠物界的拉斯维加斯 狗狗们有条不紊做着自己的工作 一路来到首领老卢办公室 老卢向几狗介绍 珍珠猫现在是他们的头号统计犯 在榜单上已经称霸一年之久 上周跟他的同党小豹 盗取了狗族最高机密的卫星密码 另外小豹还想干掉这只鸽子 因为鸽子身上有他们追击珍珠猫的线索 大黄的任务就是在小豹之前 把这只鸽子带回总部 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布奇与大黄在一个垃圾桶里 找到了朵朵藏藏的鸽子 鸽子以为他们是猫党派来的 转身又钻进了垃圾桶内 布奇只能跟他对暗号 在午夜之中前进 你应该回答老鹰 鸽子打消顾虑钻了出来 可什么都还没说 天空中突然窜出来一只戴眼镜的蓝猫 吓得鸽子再次钻进垃圾桶 大黄刚想给他点颜色瞧瞧 蓝猫瞬间使出猫爪弓 鸽子吓得扑冷着翅膀飞了 蓝猫看到猎物一跑也跟着跳下去 按动脖子上的开关 立马变成会飞的猫追了上去 慢半拍的布奇也不甘示弱 大黄跳到布奇背上一路追击 就这样 两狗一猫一鸟 在天空开始了追逐大戏 就在蓝猫要抓到鸽子时 大黄一个飞身跳下去 抓破了蓝猫的翅膀 自己也不小心掉了下去 蓝猫失去平衡坠机 鸽子得意忘形撞到路标 蓝猫刚想去抓鸽子 就被布奇用网罩住 布奇把蓝猫带回去审问 一番水行逼供后才发现 蓝猫是保护世界和平的卧底 他的任务也是抓捕珍珠猫 并让他躺平 同时他还告诉布奇 珍珠猫曾经是最棒的探员 直到一年前 他被派到一个化妆品厂执行任务 由于在追捕逃犯时掉进了除毛霜里 出来后他浑身光徒 还被其他同事嘲笑排挤 甚至连主人也把他丢弃 此后他开持浪迹天涯 不甘心的他决定报复人类和狗子 此外 并不是所有猫族都是邪恶的代表 他们保护人类的事件 一点也不比狗子少 之后 布奇把蓝猫带到总部 猫党与狗党两大首脑视频碰面 在这样一个迫在眉急的紧要关头 猫与狗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 只能被迫选择同盟 这是两种动物历史上第一次合作 它们拯救的不仅仅是自己 还有它们深爱的人类 同时 鸽子也爆出一个秘密 他的表哥尼奇 曾跟珍珠猫在同一个地方表演 事不宜迟 三个不同物种抛开偏见 起心协力奔着尼奇住的地方进发 布奇用项圈里的钢丝撬开门锁 进入屋内 大伙儿惊呆了 沙发上四影八叉躺满猫咪 就在这时 它们透过门缝 看见尼奇正和一只猫咪说话 它的脚上绑着一块芯片 也许猫咪就是珍珠猫的挡羽 可还没等不起说话 鲁猫的大黄就冲了出去 尼奇瞬间被吓跑 接着猫咪快速打开防御开关 每一会儿 屋内就被猫杀堆满 眼见大伙儿就要被猫杀淹没 屋子主人听到动静 打开门这才救了大家一命 逃过一劫的猫与狗 把猫咪逼到墙角 猫咪没办法 只能说出实情 原来 珍珠猫最近到处窃取高科技 从太空总署到五角大楼 甚至比尔盖茨家的电脑 也没能幸免 而猫咪只是一个中间人 负责收集情报交给尼奇 尼奇在亲自送往秘密基地 可尼奇已经跑掉了 他们根本不知道秘密基地在哪里 于是决定去监狱打听打听 那里关押着很多邪恶猫咪 也许有猫知道珍珠猫的下落 在这里 不齐见到了曾经的猫王 但无论怎样沟通 猫王就是不肯说出珍珠猫的下落 另一边的一个纹身猫 听见隔壁在说珍珠猫的事情 赶紧拿出通讯社时通风报信 得到消息的珍珠猫 决定雇佣猫族的一对双猫胎杀手 对付大黄与不齐一行猫狗 杀手兄弟水下功夫一流 转眼间就来到不齐乘坐的轮船上 猫狗相见分外眼红 两只大狗被绳索拖走 猫哥又来对付蓝猫 两只猫咪打得难事难分 另一边 猫弟勇猛出击捕捉鸽子 一番打斗后 蓝猫更胜一筹 他一脚踢翻猫哥的头盔 盖住逃命的鸽子 鸽子幸免于难 与此同时 不齐用激光击断绳子 刚想去救大黄 就被猫哥掏出嘴 不齐气急 一个救生罚把猫哥打入海里 蓝猫本想上前营救大黄 但他有空水症 就在不知如何是好时 大黄看见了船上的猫刀 只见他一个飞身 利用猫刀割断绳子成功自救 没了猫哥的相助 势弹力薄的猫弟很快被大黄抓住 大黄把猫弟挂起来 逼他说出珍珠猫的下落 可猫弟顾左右而言 他就是不说正经的 气得大黄直接把他弹飞 这可气坏了不齐 先是让尼奇跑掉 接着又害他们困在猫杀 现在又让猫兄弟跑路 简直是城市不足 败事有余 大黄直接被不齐踢出队伍 蓝猫把心灰意冷的大黄带回家 并帮他处理脚上的伤口 随后带他到猫咪基地 大黄的到来 把所有猫咪吓得东躲西藏 他们以为是狗狗入侵 甚至开出自制坦克 准备对大黄发起进攻 还好蓝猫及时解释 他们是一伙的 这才免除误会 之后他们看珍珠猫发来的视频 发现他的眼睛里有个人影 仔细一看 是游乐园的魔术师 直到珍珠猫的藏身地后 大黄与蓝猫火速赶往游乐园 刚进入里面 就被一盏灯光照在身上 原来他们中了珍珠猫的奸计 很快一猫一狗就被绑了起来 此时珍珠猫也说出了自己的阴谋 原来他研究了一种名为 野性呼唤的怪声 利用微星传播信号 通过电视广播手机传遍整个地球 到时候所有听到声音的狗子都会发狂 甚至认不出自己的主人 然后被关进狗笼 狗子只能在里面孤独的死去 这时珍珠猫把沙袋撕破 让他们在这里等待死亡 随着沙子流出 一猫一狗马上就要掉进水里 蓝猫集中生智 用大黄的项圈撬开了自己的锁链 刚准备救大黄时 项圈不小心掉进水里 为了救出大黄 怕水的蓝猫奋不顾身跳了下去 最终有惊无险救出了大黄 另一点 布奇在鸽子的住处 发现尼基藏在这的地图 顺着线索 他俩也赶往游乐园支援 大家会合后 发现卫星就藏在旋转木马上面 他们快速行动 阻止珍珠猫的阴谋 正当珍珠猫准备按下开关时 布奇带着大黄与蓝猫从天而降 现在他们必须爬上控制面板 按下红色按钮 阻止珍珠猫的阴谋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鸽子终于按到按钮 这时才发现他们又中计了 并不是每个按钮都是自爆 还有可能是启动 只见一道道绿色亮光 一飞冲天直大卫星 野性呼唤 每一会就传送到世界各地 大黄不想坐以待毙 只要能切断电源 就能阻止音频传送 紧要关头 布奇摘下自己的高科技相圈交给他 大黄一个飞身来到旋转木马顶端 没想到小豹早已在此功后多时 他瞬间化身钢铁侠 与大黄展开生死较量 面对小豹的钢筋铁骨 大黄根本不是对手 他带着蓝猫逃到了柱子上 蓝猫无计可施 只能启用B计划 他让大黄抱着他倒数三秒 就在大黄准备切断电源时 机械狗小豹又冲了上来 大黄抓住机会 拔出电线 往小豹嘴里移送 珍珠猫还在富于顽抗 这时 一直在他淫威下的老鼠也想崛起 他趁珍珠猫不备 打开他的安全带 没有安全带固定的珍珠猫 直接飞走掉进棉花糖机器里 可怜的珍珠猫 最终还是沦为人类的宠物 经此一战 大黄正式成为一名狗党探员 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的挑战 在等着他 猫狗大战2 珍珠猫复仇 生于2010年 相对于第一部独辟蹊径的优势 早已荡然无存 但好在故事衔接巧妙 几乎看不出破绽 剧情内容也比较丰富 笑点很多 中间还穿插致敬了很多其他作品 不失为一部老少皆宜的 何家欢影片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